鐵彈 超人 俱樂部 大家好我是超人超級配方的人 我是鐵彈鐵電會完蛋的人 剛剛我們跟您巧聊到說在大陸工作經驗 他們非常準時下班 所以聽說他們 像我們在大陸演出 那個Crew我們都會摳民工 因為他們不像我們有那個專業的技術人員 他們技術人員其實都是廟工 就是說都是鼓那個劇場的人 也是上班全職的這樣 然後時間一到就那個就要轉 對 而且你講一下那個舞台的經驗 就是之前也曾經有經驗是 跟劇團然後到大陸去演出 那時候還是參加聯合國世界戲劇節 喔 大活動 對 算是大活動 而且是世界級的 就是別的國家的劇團啊 表演人員他們也都會來看這樣 可是我們當時候遇到的就是Crew 就是是非常非常的 就民工嘛 對 就是民工 沒有所謂的專業嘛 對對對 他們可能熱愛的部分不是在這一個 不是在劇場裡面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比較注重一些 就是比方說 你不要再為他們講話 拿錢做事嘛 時間到就走了嘛 然後他根本不管你在演什麼 對 他不care 他完全不care你劇場裡面在進行的是 多麼 多麼 什麼樣的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事情 對 他不在乎 時間到了我們吃飯嘛 對 那那個東西 麻煩那個 麻煩那個景片幫我們放到這個定位 不是 放在那兒不是一樣嗎 在舞台上嘛 觀眾看得到就好了嘛 是嗎 那午餐要吃飯嘛 時間到了嘛 拿著領錢啊 對 是吧 你們排了又停 停了又排 我們要吃飯嘛 排來排去幹什麼啊 就是浪費時間 樂活嘛 生命短暫嘛 是吧 你們明天才一演嘛 別排了嘛 下班了嘛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像嗎 完完全全就是這種感覺 而且甚至更誇張的是 我們會拜託他們 千萬不要動我們 塞在旁邊的小道具 可是他們還是會 時不時拿起來把玩一下 好奇 對好奇 然後擺完之後就 隨手就丟了 就也不知道放哪裡去 你們 你們如果不讓人動的話 就收好嘛 放這不是讓人動的嗎 進箱子裡又關起來嘛 哎呀奇怪 都是咱們大五人的兔 是啊 那像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舞台上有兩隻龍 我們他們簽個名也是應該的嘛 應該的嘛 紀念嘛 對啊 成龍嘛 對啊 老旺子成龍嘛 是吧 是嗎 我們他們留個字嘛 對啊 到此以後是吧 哎 我們就真的是 那肯定是啦是吧 好討厭 真的 甚至我們有預告很誇張 是演出當中哦 然後旁邊的 苦辱民工大叔們 走過去嘛 哈哈 差一點 可是他們就這樣插著腰 然後呢 就拿出了手機跟相機 現場拍照 我們 演員還在景片後面 stand by 想說下一秒就要衝出去 然後唱歌跳舞 結果 他們在旁邊拍照 對他們在拍照 不是嘛 難得嘛 做紀念嘛 是吧 沒看過你們的戲 演出什麼戲嘛 拍拍嘛 我拍就給你們榮耀了 是吧 就這隻貓是吧 哎 毛毛的不錯嘛 哎 叫一下 還笑一個 就非常的隨性 他們走一個很隨性的路線 沒有 文化真的不同 對 沒有 我說文化是本身 因為 這些人沒有說過 許你他不知道劇場 對 在幹嘛 要非常精準 對 要非常神聖 嗯 對 對啊 他們完全沒有這樣子的觀念啦 所以對他們來說 可能就 只是 一份 普通的打工 對 對 所以他們並沒有去想到說 這是個演出 底下那麼多觀眾在看 嗯 對 那這是在劇場的部分 那其實在 現在故事屋裡面 你遇到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的 反應應該不太一樣 小朋友的反應應該不太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小朋友的差異 倒不像大人那麼 那麼差異那麼大耶 我覺得小朋友 基本上他們的一個反應 都還是很直接 就是 很直接 就是你表演的精彩 他就是 給你掌聲 對 就是看 對 這個我給你舉個例子 像我們之前去那個 那個 北京 也那個唐吉柯德 唐吉柯德 裡面有一個橋段就是那個 半仁馬天神 半仁馬天神 然後呢 他就是告訴唐吉柯德說 你要 因為他們尋找一顆 那個 夜明珠 夜明珠 可是呢 因為他那一匹愛馬南奇 就是半仁馬天神的兒子 那因為他是離家 出去外面自己闖一闖 他就說 你要夜明珠 不然就是南奇要留下來 你選 你選一個 就是你要南奇 還是要夜明珠 對 對 然後這時候就很掙扎狀況的時候 然後 那個 這時候就看到一個爸爸 就問他兒子說 誒 要你選哪個啊 互動 對 互動 馬上就親子教育 誒 我們戲劇有成功 馬上親子交流 誒 要你選哪個啊 然後那個小孩就很酷啊 是吧 要我 我先把那半仁馬天神打死 然後把兩個都帶走 哇塞 非常直接 哇塞 小朋友的反應 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不管全世界各地都一樣 嗯 對 真的 這是真的 重點是爸爸媽媽 對 難搞 對 對 講一下吧 哈哈哈 爸爸媽媽難搞 嗯 我在那邊的感受是還好啦 就是他們會 但是他們有一點是讓我比較錯愕的事情是 比方說像我們在活動過程中會發氣球什麼的 然後有的時候是有來參加活動的小朋友 可是每個人都會有 對對對 但是基本上只要是有參加我們活動的小朋友 我們就是都會送這樣 但是有他們那邊比較特別的是 可能有時候甚至不只是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嗯 就陪著一起來 對陪著一起來 然後就會變成說 他們也要拿氣球 也要 對 而且他們會一直很強調說 就是隔壁鄰居還有小孩 哈哈哈 這跟我們常常遇過啊 爺爺奶奶奶就說 這馬好玩啊 你看這氣球 咱們回去 不是 不是 我們別再增產報國了 哈哈哈 回去可以做的 請看 用途的使用嘛 是吧 咱們出來的人生產量太大了 哈哈哈 我那鄰居 請吃五十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們真的都希望拿回去送給別人 呃 沒有 他們其實是希望 自己想要 對 要多餵 他們講的理由讓你覺得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種人到哪裡都有 只是比例多少 其實我們自己在戶外研究員上面 我們在發語 明明他就兩個人他就說 欸我有五個人 嗯 因為他講說 三個還沒到 對 多的可以拿回去 對 都會這樣子 會耶 這個小便宜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對小朋友的教育來說 並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因為其實你大人在做的時候 同時就是一個 言行的 舉止上面的一個示範 最直接的 你比他 教他說不要貪心啊 怎麼做人要知足啊 什麼 你跟他講一千遍 都比不上你做一個 真正的行為示範 對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 故事務的原因 故事務你沒常常教 大家小朋友要 要勇敢 要愛心 要什麼什麼 結果故事 他們比較懂啊 對對對 那故事務是為了賺錢啊 哈哈哈 都有都有 我們也希望同時 在賺錢的同時 有教育的意義在 有點教育 然後同時有點娛樂 所以你其實在講故事的時候 都可以藉由這個東西 提到一些 讓他們能夠改變一些 他們的行為方式 嗯 對 希望可以 所以 在那邊工作 會想要回台灣嗎 會 會那你在堅持什麼 哈哈哈 我說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人性的一個掙扎 就是說 其實你會覺得台灣很好 對 可是你在那個地方工作 對 然後面臨到 所以 沒有我好奇 我就說 你內心想的是什麼 內心想 當時候 真的 真的 那個時候 起先就是想說是個機會 然後想說 欸 有機會去 對 去大陸看看 然後 接觸一下那邊的工作環境 或那邊的人 然後 深入了解一下 結果 去到之後發現 哇哦 真的很多事情 跟當初想的很不一樣呢 包括 包含生活啊 飲食啊 然後 文化啊 環境 人文 各方面 然後 甚至是 那邊的一個氛圍吧 我覺得整體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 台灣 最幸福 我覺得 還沒有離開家之前 真的是不知道家有多好 離開了之後 你才會發現 原來很多東西 之前是像 呼吸空氣一樣的自然 可是 沒有想到一下子 不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很很很很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自由耶 所以你對這這份工作的就是心裡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 總會有一份東西讓你想要留在那邊 堅持的 堅持的 堅持下去 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不甘心還沒有成功 就是還沒有一個好的 做到一個好的 對 還有 那妳的理想 我說妳的理想的成功的狀況是什麼樣 我覺得是 至少是 在那邊就是 能夠 故事物這一塊能夠順利的營運下來 然後 而且業績上面有成長 因為我們 現在剛去差不多半年 其實說真的來 聽故事的小朋友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達到一個預期的理想值這樣 可能就是有時候來 然後有時候也沒什麼人這樣子 然後 當然有小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量 盡量多做一些表演這樣 做一些活動 可是其實有的時候還是 不如預期這樣 就是目前為止效果還沒有很好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聽明條這樣講 他已經 他的思考的那個方向已經是覺得 他是一個經營者的角度去思考這個東西 因為像一般的演員他可能不會覺得說 你票房好或不好 或是來的觀眾 或是來的大朋友小朋友來看 來聽故事屋的這個人多不多 我只要領到我這份薪水就好 但是你的思考方面是說 你希望說能夠 因為你有在那個地方工作 你希望這個環境能夠很好 那個這個 他們營運的這個也很好 所以你一定是一個 是一個 因為剛畢業新鮮的有熱情 沒有啦 也不是這樣講 應該是說 其實就像身為一個演員 你會希望台下有觀眾 而不是說你只是表演 就是這表演 我拿起這表演 那真的真的 我覺得那個沒有理想性 但是還是很多的演員是這樣子的 喔 你要不要講一下指名道具 就是像那個某某某跟某某某 沒有啦 就是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那個我覺得是一個 個人觀念想法 個人觀念想法 所以我覺得明橋他的觀念是 非常成熟的 對 沒有啦其實也還好 主要就是不甘心還沒有成功 就 就 就落跑這樣子 所以 對啊就是你會覺得說 你自我期許 我希望那邊好 工作上面有個 一定的表現出來這樣 對 欸那我 我知道說 譬如說 在公司有時候會派你去做一些 其他的表演 其他的一些怪怪的事情 相比說你就曾經上過大陸的相親節目 對 你要不要講一下這一段 你要去錄影 對 因為他在Facebook上留言 就感覺好像 就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覺得這一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委屈是還好啦 就是 我覺得比較 算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因為 大陸那邊的 就是製作 電視節目的生態 真的 也還是跟台灣差 差距也還是蠻大的 嗯 就是他們很多東西還是 copy台灣 甚至是copy 十幾二十年前的台灣 所以像 比方說 節目型態這樣子 對 節目型態 像 比方說像台灣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流行過什麼 非常男女啊 什麼來電五十六 我愛紅娘之類的 這種相親交友 婚戀之類的這種節目 那現在呢 大陸才開始流行這樣子 那可能也是因為之前 他們有一部電影什麼 《非城勿擾》 然後就變成說 欸 吹起了這一股這種 相親婚戀交友這種風潮這樣 然後 所以就是延續 延續下來就是他們有這種 這種相應的這種 電視節目就是產生這樣 不過其實 他雖然是這種相親交友類 可是其實他已經 變成說 他 已經變成說 是 比較是走娛樂大眾類這樣子 就是 變成說他是 而且大陸什麼不多 人最多 節目效果啦 對 就是他主要是希望節目效果 你說 你說真的要相親交友 誰會上電視節目去相親啊 而且 而且他們還是那種 所謂的大批量 就是一次 啪啪啪啪啪 因為大陸什麼不多 人最多 所以啪啪啪啪 24個女生 然後一次 像5個這樣 就是等於說男生一次 男生 5個男生 然後看24個 對 5個男生輪流 他們有5號 就是12345號這樣子 然後 1號男生出來 然後啪啪啪啪 24個女生 跟他們對應就對了 對 24個 24公一就對了 哇 我要去參加大陸的鄉軍 好多對象喔 真的 24個讓你選這樣子 省分都不一樣 對 來自世界各地都有 像不光是 我是台灣代表隊嘛 那個時候我去還有那個 非洲代表隊 喔 他是走資國際性的 對還有日本代表隊 哇塞 對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發生就是 就是 我起先去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想說 因為公司派我去嘛 主要就是希望 給公司打個知名度 因為那個節目在大陸 可能在 台灣沒有人要看啦 但是在大陸 對算滿火 滿多人在看的 因為 家裡婆婆媽媽 平常沒事嘛 就看這種節目最多這樣 然後所以那時候 公司派我去 一方面是想說 希望給公司打打知名度 二方面可能也是想 就是讓我去 增廣見聞一下 對 然後了解一下 人家的生態 怎麼做這種娛樂性的 事業這樣子 然後 就那時候 剛開始去也沒有想太多 想說 就當作去玩 去交朋友 結果哪知道 就是 上了之後 然後後來 就是回家上網一看啊 就是 罵我的那種話 非常之惡毒的 就是很很很可怕 是觀眾罵你嗎 對對對 就是他們的網路鄉民 因為等於是 你是代表台灣嘛 對 台灣的發言嘛 對 一個我是一個 等於說 某種 某種 對他們來說某種象徵 或是某種 東西在那裡 這樣子 那但是 是你的 是談話的內容上面 有一些話題性嗎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在錄影的過程當中 是很順利的 對對錄影過程 是事後的回想觀眾的那個 是事後 我就是自己上網查嘛 就是他們的搜尋引擎 對 可能看一些評論什麼 發現天啊 他們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批評我的外表 就是長相說 什麼 呃 比方說他們會說什麼 台灣大恐龍啊 應該判終身監禁啊 然後什麼 長那麼醜還敢上這種 就是他們 我發現他們的鄉民都很喜歡 直接的去攻擊 或者是謾罵人的外表外在什麼的 然後 然後他們會 他們有一些常用 慣用的字詞 比方說他們很喜歡罵人家噁心啊 罵人家醜啊 然後就是 再不然就是用髒話 連篇直接這樣子罵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蠻受傷的 嗯 就是覺得 嗯 衝擊很大吧 因為以前在台灣 我向來 我也不是走那種 外表路線 我向來都是 我就是 盡力是以自己的實力跟 自己的努力去 做努力這樣子 而不是 靠著說啊 就是 我外表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去 獲得一些什麼 很像是回應是這種 對可是他們的回應是 攻擊我的外表 然後 嗯 當然我自己事後檢討 就是 可能我的表現 可能我在台上的表現 比較不像他們 其他大陸女生 那麼的溫 溫良恭儉讓 那麼的 含蓄跟內斂 真的嗎 對因為我 女生是這樣子嗎 就是他們講話非常的會 嗯 拐彎抹角 跟就是修飾 然後可能修飾到修飾到後來 你都不太清楚 他到底 真的還是假的 對 就是會有點高深莫測 啊可能我的表達方式 就是比較直接 我就想到什麼 就直接說了這樣子 其實沒有啦 你明講不用太在意 這種網路上的攻擊太多了 而且呢 你是因為很真 去想要表達你的感受 不會就像你講的 那些女生可能會說 欸知道這個東西 講這樣不好 那樣這樣不好 他們很聰明 我覺得是他們很聰明的一點 我覺得另外是說 那個大陸人口這麼多 他每一個想法 絕對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講這個東西 根本不用care 也是 也是有很多人說我好啊 可愛什麼的 可是就是那些商人的話 我也是第一次 這麼強烈的一個文化衝擊 真的 你太入戲了 對 我覺得你太入戲了 因為他就是一個娛樂節目嘛 對 你就當他是一個效果 不過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對啊 就是看一下說大陸那邊 製作節目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 就像你講公司派你去 只是打字幕 你根本不用care 你又不是真的要去相親 對 對 可是哎呀 女生難免還是會 在意人家批評外表 什麼的 你在台灣受歡迎就好啦 對啊 你沒有要駕到大陸去 對 OK好我們休息一下 大家再回來